第二个阶段我们来做这些水泥板 针对不同的尺寸规格我们做分类 并且计算每一种不同规格它的数量 第一个我们从这个Boundary这边 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抓到了所有的板块 都是Surface 那我们先来找出这些板块的长度跟宽度 作为一个分类的一个标准 那第一个我们用Bounding Box 所以呢Surface Primitive Bounding Box 送进来 好那注意这个Bounding Box 它可以有两种不同的选择 第一个就是Per Object 每一个Object会产生一个Bounding Box 这个是我们要的 也有可能我们可以把所有的Object 通通合并起来找到单一的Bounding Box 那Bounding Box就是一个立方体的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可以完全的涵瓜 而且刚刚好涵瓜 我们在处理的这个结合的元件 所以呢每一个Panel 每一个板块其实我们都找到了一个Box 那这个Box是平的 因为它基本上这些都没有厚度 那我们先呢来找出这个Bounding Box 在水平方向跟垂直方向的一个范围 所以到Mass里面Domain 我们抵抗向地面水泥板 类基数量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算是完成了 好那这个部分我们就算是在这边